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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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大家下午好 吃飽飯了嗎 好 我們下午的主題是任務型教學 所以我們一邊等著大家進來 然後一邊慢慢開始吧 早上我們學的 我們看到的是課室活動 那一般你可以看到現在我們圖上有一個表 就是課室活動跟任務教學有什麼不一樣 課室活動呢 因為它在教室裡面 所以老師一定在旁邊 可是任務型教學呢 它是一個 簡單來說就是把學生丟到外面去的活動 所以基本上是老師不太可能一直跟著 特別是你分組活動的時候 不太可能有老師會在旁邊幫忙 那第二個是範圍的大小 因為教室就是這麼大嘛 所以學生是在一個模擬的情境下做 所以它的活動範圍是比較小的 可是如果是任務型教學的話 就是一個沒有限制 也不能說沒有限制 不過它的區域會打很多 比如說整個學校或是整個城市 這樣子的活動範圍 那語言的限制上面呢 課室活動會是比較封閉的 因為老師知道學生要練習什麼 學生也知道他們要練習什麼 所以在上課的時候呢 你需要用到的語言大概都不會超出太多範圍 因為會有老師在做一個管控的狀態 可是如果是任務型教學呢 基本上學生會遇到很多種狀況 因為路人不可能 不可能會像電腦遊戲裡面的那種MPC 就是你說什麼他就回什麼 他不會一直重複 路人一定有各種各樣的反應 所以其實任務型教學在準備的時候 會花比課室教學還要多的時間 他在做前置作業的時候 會從開學前就開始做 然後課室活動基本上是 你每一次上課都可以使用 但是任務型教學它的使用的情況 以及它的為什麼要做這樣的大型的活動 會有比較侷限性的考量 但是它還是有它非常好玩的地方 我先來說一說我的任務型教學 大概會是在什麼樣的情況下 好 沒關係 先上一個就好了 好 因為任務型教學呢 它的活動比較自由 然後它也比較開放性 所以一般不會 一般配合 如果要配合一般的教學過程的話 它大概會放在 譬如說你可以把它當期中考 或是期末考 因為它整個需要一個比較大的前置作業 你需要分好幾次 然後你也需要去設計它 然後你還會需要配合學生的狀況 不停地去改動 不停地去跟動 以致到最後是一個非常符合學生 在外面可以減少最多挫折的狀況 所以第一個如果是配合學校的活動的話 一般來說會是把它當成像期中考或期末考 那樣子的時間點上 第二個呢 它很適合帶團 當你來了一個團 然後你不想它的內容局限在課本 或是說這個團它只有短短的時間 像東海大學跟很多學校合作 譬如說日本的姐妹校 然後我們之前也有印尼來的老師們 或者是說我們自己接的美國的學校 像這樣子 很多很多學校跟我們合作 但是來的時候你會發現它的時間 不是一般的課程時間 不是那種一學期 三個月 四個月 不是 它可能只有十二天 它可能只有一個月 或是它可能只有 最好的話大概情形大概是 可能會有十週或是十二週 那在這段期間裡面 你不可能從一開始的拼音開始 慢慢地教 慢慢地達地 不可能 所以所謂的生存語言 大概就是任務型活動 可以帶給他們最快的方式 去用他們的目標學習語 去做真的跟別人溝通的狀況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可以往下來看看 接下來我會給大家一些 教學的實力 大概就是我做過的一些任務型活動 然後在最後我希望 我們可以一起來做一個設計 就是在看過這些案子以後 這些範例以後 我們可以大家一起來想想 如果今天你有機會 可以做任務型教學的時候 我們可以怎麼做 就是等於說大家一起 帶著大家一起做一個 做一個教案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先往下看 這個課後作業 它也算一個非常小型的任務性 因為等於是學生在課堂以外的時間 把老師交代的任務做完 所謂的任務型教學其實就是你丟一個 丟一個事情給學生 讓他把它完成 那你要注意的是 因為他沒有老師在旁邊協助 所以完成是重點 對不對 這件事情就沒有辦法太苛求 可是他必須要完成 只要他能完成 那現在對學生來說 比較辛苦的一點是 以前老師不在身邊啊 所以他怎麼完成其實我不知道 只要他給我的結果是我要的 那他就算過關 可是因為現在有手機 所以學生可以錄影 對不對 譬如說這個作業 他就可以錄影給我看 或者是其他更多的作業 他就可以錄影給我看 其實我有一個更好的方法 可以去監控這個任務 到底是如何被操作 以及被操作到什麼樣的程度 好 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下面一個 好 我先來講講這一個任務 這一個任務的背景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呢 每一年的暑假 都會跟美國的一個普吉灣大學合作 那這個大學呢 他們會定期把學生送來 程度不太一樣 可是他們來的時間會是在 東海大學華語中心正式開始上課以前 譬如說早一個禮拜或兩個禮拜到 那這個團也很特別 因為他們其實重感受 重旅行比較多 然後重體驗比較多 所以基本上他們的老師 就是美國西亞圖普吉灣的老師 會跟我們有比較多的溝通 希望學生有比較多的體驗 生活體驗 所以在設計這樣的課程 有兩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是說 他們在來以前 在正式開學以前 他們有一個獨立的禮拜 有時候甚至是兩個獨立的禮拜 那這兩個禮拜 我就沒有辦法上課本的東西 因為如果我先上課本的東西 開學以後他們就沒有辦法 在一樣的進度上 然後而且他們的學生程度也都不一樣 從最基礎的到很高程度的都有 那所以在這一個禮拜以內 就獨立的這個禮拜以內 你要怎麼準備 你要怎麼讓不同程度 就是我們早上有老師問到 如果混合的狀態 我們應該怎麼辦 不管是混零 還是程度混合的狀態 好 我們應該怎麼處理 那第二個就是 因為他們很重體驗這種東西 所以你一定要給他們很生活的 真的走出學校的東西 所以我在設計這個課程的時候 我會盡量以任務型教學的方法 來讓他們體驗 真的所謂的台灣的生活 台灣的情形 然後去比較跟美國的差別 好 我覺得比較好的是 因為我的教學的環境下面 是外國人來到我的國家 可是如果你今天教的是 譬如說你的國家的那個學校的孩子 可能我們在後面就要做一些改變 不過沒有關係 這個就是我們等一下 在後面一點的地方會討論 我們先以設想 就是如果你今天是一個 語言環境是別人來到你的國家 那你要怎麼去做 這個任務型教學 好 所以我先設計了 看剛剛那個 對 好 好 那我們在一開始 學生來的時候 因為這一批學生呢 這批美國學生 他們都住在學校 所以對於學校的認識是很重要 特別是東海大學是一個非常大的學校 在台灣是有名的大的學校 它的戰地面積非常廣 然後生活機能也非常的好 你在學校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 所以如果今天這個學生他有任何生活需求 其實是可以在校園裡面 校園裡面就完全被滿足的 但是重點是學生知道這件事情 就是學生知道學校裡到底有多少豐富的資源 他們可以用嗎 所以在第一個禮拜剛開始的時候 我們就會希望可以把這麼完整的校園 這麼完整的生活機能介紹給學生 但是想一想 如果今天是老師帶著學生 然後逛校園一周 然後跟學生說 你看這裡是圖書館 這裡有郵局 這裡有銀行 這裡有書局 然後這裡有便利商店 這裡有 我們學校甚至有一個小酒吧 其實還蠻隱密的 是一個社團這樣子 然後有咖啡廳 非常豐富的生活機能 可是如果老師只是這樣帶著走介紹 其實一個小時 兩個小時 好 我們學校真的蠻大 所以走路真的是蠻辛苦 蠻遠的這樣 好 可能很短時間講完了 然後學校就是 喔 這裡 喔 這裡 喔 這裡 就這樣結束了 其實是很可惜的 所以與其用這樣的方法 我們是不是可以跳脫 好 我們可不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中文有一句話叫做 行萬卷書不如 讀萬卷書不如行萬里路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你讀書只是一個想像 可是當你真的走過以後 你才會真的可以有那樣子的深切的感受 所以就用這樣的發想 然後來做這個任務型實驗好了 我覺得親身的經驗總是比較好的 因為你印象深刻 再來就是任務型小學需要把學生推出去 就是活生生的讓他們面對那個環境 所以當老師不在身邊的時候 你需要說話 你不能不說話 因為老師給你任務了 所以那樣子的經過會讓他們有兩種感覺 第一個 因為老師不在身邊 所以沒有那個說話的壓力 就是一定要說對的壓力 第二個是因為有老師的任務 所以他有需要完成的壓力 所以那個壓力點是不一樣的 可是當他遇到挫折或真的想表達的時候 他才會知道他哪裡不會 我們看過很多學生他在學的時候 你就看他一直點頭一直點頭 然後老師問什麼他都知道 可是真的出去的時候會用嗎 這就是兩件事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附件好不好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這個附件 我們慢慢地往下一動 這個是東海大學裡面的一些比較有特色的建築 比如說圖書館 如瓶小站 我們學校有自己的牧場 有自己的冰淇淋和牛奶 然後我們有一個很漂亮的東海湖 晚上很適合在附近散步 然後我們有一個花園餐廳 就是學生餐廳 裡面的東西都還滿好吃的 然後我們有7-11 而且我們還有一隻狗 叫做皺梅 看到旁邊有一隻狗嗎 他是我們學校的明星 他有自己的Facebook 好 所以再往下 我們學校還有一個很有名的鬼故事的一個地方 叫女鬼橋 前一陣子才被拍成電影 在電影院上映 好 現在這個地方沒有那麼的叢林的感覺 現在比較新 可是 也就是真的台中好 然後那個東海大學裡面有名的地方 然後我們有一個鐘樓 好 這個是聖誕節的時候 大家一定要知道在哪裡 東海大學要在哪裡許願 東海大學有一個聖誕節許願的傳統 如果你可以許願的話 對 你的願望就會實現 好 然後再來是露絲義教堂 這個也是來台中 真的希望大家有機會可以來我們學校玩 因為我們學校真的很美 好 就是露絲義教堂 這個也是世界上很有名的建築 對不對 好 這個教堂也是來台中必去 一定要去的景點 好 再來有男生餐廳 為什麼要特別介紹男生餐廳 因為男生餐廳的東西便宜又好吃 所以我希望學生不要錯過這個地方 然後我們有書局 我們有郵局 我們的郵局是最古典 最特別的 雖然它現在好像要搬家了 可是這個郵局非常的古典 很漂亮 好 所以這十二個景點 其實學校有很多東西 可是這十二個地方 應該是我們東海大學最具特色 然後學生最需要知道的 那他們都有一些值得被知道的地方 也值得用來做語言練習 所以我選出這十二個點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看 我們要做什麼樣的練習 好 所以上面那十二個點是 如果今天我要帶學生認識學校 我會想要學生知道的地方 因為東海大學做真的 就是台中一個很著名的景點 所以如果你今天到了台中 可是你卻不知道東海大學 或者是你在東海大學裡面念書 你卻不知道東海大學 這些有名的東西 那別人應該會覺得你很奇怪 就是你真的去過東海大學嗎 它這麼有名 你什麼都不知道嗎 所以這些知識就是我想要告訴學生 那剛好也可以拿來做語言練習 所以我們來看看 我們來看看這個圖書館 我給他們幾個問題 好 我給他們幾個問題 比如說第一個問題是 東海大學的圖書館有幾層樓 好 第二個問題是 東海大學圖書館一樓有一間什麼店 那這間店叫什麼 好 它的答案是東海大學有四層樓 那下面還有一個地下室 地下室是一個非常好的讀書的地方 就是大概要準備考試的學生都會在那裡 那東海大學圖書館 圖書館的一樓 有一個咖啡廳 叫Mr. Brown 那那個咖啡廳呢 學生去其實是可以打折的 好 所以這些都是所謂的生活資訊 那這些生活資訊呢 老師可以告訴你 可是我的經驗是 老師直接告訴你 你都不知道 老師說過了 你都不會記得 如果我今天告訴你 然後我一個禮拜以後 兩個禮拜以後跟學生說 我那天去哪個咖啡廳打折 學生會說 為什麼會打折 怎麼會打折 為什麼我不知道 甚至他來了兩個月 然後說 老師你知道嗎 學生真的可以打折 我就會說這我不是一開始就說過的事嗎 所以老師說的話很難進去 除非你自己去經驗這件事情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任務教學 任務型教學的好處 因此你在設計任務型教學的課程的時候 前面的你的用意一定要非常的清楚 就是為什麼要設計這個題目 為什麼要設計這個活動 一般來說我們都是希望學生親身經驗 以及記得 最重要的就是經驗這件事情 可是因為它是語言學習的部分 所以在做題目的時候 就是在做這樣子任務型教學題目的時候 你就必須非常的具備目的性 就是說你在設計問題的時候 你應該先想好你想要它回答什麼樣的答案 以這樣的答案 如果你已經有語法點 你已經有智慧 那這樣子去設計的話會比較容易 對你來說比較容易 學生的練習也比較不會太失控 經驗上來說是這樣子 所以我們看看譬如說丹蒂咖啡 丹蒂咖啡也是學校一個很有名的咖啡店 它的飲料是什麼多少錢 然後往下看看 我們學校有非常有名的儒品小站 它的現在變成新的 現在很摩登 非常漂亮的一個建築 以前就是一個很可愛的牛的樣子 然後還有東海湖 東海湖這個糧亭有一個很有趣的點 因為我們的糧亭叫做東美湖 東美亭還是什麼 但是我的重點是那個名字不是重點 問題是學生會把它看反 他們會變成亭什麼什麼 所以其實這個答案 其實我是想要讓學生練習看 台灣的招牌到底是從左到右 還是從右到左這樣子 然後往下我們看看有餐廳 餐廳有花園餐廳裡面賣什麼 然後一樓賣什麼東西 然後Seven裡面有一家餐廳叫什麼 其實這些都是很生活的東西 就是你要去哪裡找吃的 只是因為其實東海大學 他們來的時候是暑假 那暑假的時候其實很多餐廳 在學校附近的餐廳不見得都會開 因為學生都走光了 所以你要去哪裡找吃的這件事真的很重要 或是有時候颱風會來 那你在學校裡面可不可以活下來 然後我們往下看 然後一定要知道女鬼橋的故事 然後鐘樓也是我們學校的傳統 所以你要知道那是什麼 然後往下 陸思義教堂 這個你不能不知道吧 它是什麼形狀 你們知道陸思義教堂的形狀是像什麼嗎 它其實聽說它就是像一個用手 就是祈禱的樣子 所以它是一個有點三角形的形狀 這樣子 但是它的背景眾說紛紛 不過這個是我們大家最知道的 就是它大概有一個祈禱的樣子 當然也有人說是傳反過來的樣子 然後往下看就是學生餐廳 那你需要去問飲料的價錢 你就需要知道怎麼問 你不能只是觀察 但你觀察會得到答案 你會有資訊 但如果你可以去問呢 然後往下 敦煌書局 敦煌書局我們學校的書局 你可以看到你要寫兩個紀念品 為什麼 因為其實東海大學的東西 我們出了很多相關的商品 譬如說明信片啊 然後杯子啊 那些的東西 男生餐廳是只有男生 不是 所以我才要介紹啊 男生餐廳就是女生也可以去 而且自助餐很好吃 又非常便宜 你就可以拿很多 然後菜色也很豐富 這才是為什麼要告訴大家 因為女生也可以去 大家都可以去 好 然後郵局 你看如果你需要寄東西 你需要寄東西 或是你需要拿東西 你就需要知道郵局在哪裡 對嗎 欸 為什麼不見了 好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 對對對 好 好 所以這十二個點 好 那 這個 這一份的題目的 內容會比較難一點點 是因為 這一個版 他們的程度非常的混合 真的是從基礎到高級都有 所以當你在設計這樣子的 混合能力的版級的時候 你的程度要抓在哪裡 大概也不能太簡單 可是也不能太難 那同樣一份 同樣的一份問卷 就是一份問題 這樣子的問題的任務性的活動的問題 你有不同的方法可以去調整難度 如果今天是一個很初級的班 他非常的能力非常的均勻 很初級的班 那你就可以用一些比較簡單的問題 在設計的時候 可是如果呢 他今天是混零的 那你覺得初級的學生比較多 你可以解釋 你可以帶學生看題目 然後一個一個解釋 如果今天他的程度是差不多 有初級有中級有高級 那你就把學生分在一起互相幫忙 比如說一個高級的學生 帶一個比較中級的學生 中級的學生跟比較低程度的學生 你讓他們的程度在一個混合以後 比較平均的狀態 這樣就可以達到互相幫忙的作用 所以不管你的題目怎麼設計 如果是在混零的狀態下 如果今天你發現 你的題目好像有點太難了 對於那個狀況 你可以教 帶看 然後解釋 你可以做這些事情 在他們真的出去以前 如果今天的程度是有高高低低的都有 那你可以用互相幫忙的方式 所以這個團一般來說 我會給他們一個互相幫忙的方式 因為他們需要花一整天 他們這個作業是早上九點上課 到下午四點 所以除了扣掉吃飯時間 他們有六個小時可以做這件事情 所以這個功課 我基本上會給他們一個小時 去研究題目在問什麼 那這一個小時會是在教室裡 所以學生先初步的了解題目的內容 他們看不懂的時候我都在 所以都可以問我 那基本上學生都還蠻獨立的 所以他們用互相幫忙的方式去了解 所以當你今天是一個程度低的學生 你只要知道他在問什麼就好了 可是程度高的學生 他可能就可以再進一步的去了解 這個詞啊 然後這個語法啊這是什麼 所以他們在研究題目的時候 可以各取所需 就是他們會找到自己需要的資訊 跟找到自己會的東西 這個是一個比較開放也比較自由的方法 好 那第一個小時結束以後呢 我就會把他們丟到外面去 我就說好 你們分組 兩個人一組 三個人一組 看那一次學生有多少 全部都丟到外面去 那現在有手機非常方便 所以以前我沒有辦法 譬如說分三組我只有一個老師 那我沒有辦法三組都跟啊 那而且學校這麼大 我怎麼知道你在哪裡 而且如果他們每個人走的方向不一樣 我光是從第一組到第二組 東海大學我大概夏天走完 我就瘦大概五公斤可以吧 就是真的是太辛苦了 如果老師要去跟任務型教學 真的太辛苦了 但是現在有手機很棒 所以你可以遙控他們 或是可以請他們隨時揮穿 他們的位置在哪裡 甚至你可以要求他們拍照跟錄影 所以學生在做這個問題的時候 他需要被老師規定 他需要老師告訴他 你要把你的同學 在問的情況下錄影下來 你需要做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前置呢 了解問題 然後你可能還需要有一點幫忙 就是確定他知道他要怎麼問 那你都把這些抵達好了 你就把它丟出去 你就把它丟到學校裡 大概學生做這個問卷 可以在學校走大概兩個小時到三個小時 就是整個早上 整個早上做完 他們會依據這些任務去問問題去拍照 我要求他們在每一個景點前面都要拍合照 照到自己跟照到那個地方 因為有一次很可愛 他們那一組很幸運 就找到我們學校的校警 結果校警就一次幫他們把答案說完了 然後我就非常的生氣 我就覺得這個校警不知道他們在做功課嗎 所以後來我就規定他們不可以這樣子 然後還要先去跟 就是跟學校一些人講 就是如果有人來問什麼問題 不可以把答案全部告訴他們 因為我們在做語言學習 這樣子的活動 所以一定要在事前就是排好安裝 然後設定好一些狀況這樣子 接下來他們就出去了 那他們得到老師的指令是要拍照 讓我確實的知道你真的去了每一個地方 不是別人幫你做的 第二個是要錄影 你要讓我聽到你說什麼 如果我沒有辦法找到你的話 我沒有辦法看到你 你要給我這個東西 第三個是你要做報告 好 所以當你全部完了以後呢 每一組我可能會請他們做三個到四個景點的報告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學生的報告好不好 好 這個是其中一組的學生 你看到他們就有四個人 他們都是美國人 然後他們因為都是用中文名字嘛 那他們抽到了一些景點 我們來看看第一張 他們抽到的是第一張是儒品小站 我要求他們除了做書面報告以外 還要講 什麼東西啊 牛奶啊 麵包啊 冰棒啊 好 然後下一個呢 好 教堂 好 教堂的顏色啊 教堂的形狀啊 好 然後在學校裡面很重要 為什麼很重要 好 這裡可以做什麼 然後還有下一個 好 我們學校有一個時光膠囊 有鐘樓 好 他有什麼作用 這個 好 往下 好 然後我們學校的狗狗 好 他就皺眉 好 或是有人叫他炯哥 他們還可以找到他的Facebook這樣子 好 其實是他們找到Facebook 我才知道他有Facebook 所以學生其實很厲害 他們的搜尋功力很強 好 然後往下 好 有四層樓 然後叫什麼 這個是一個很簡單的 PowerPoint的陳述 可是當他們在講台上回來以後 整理好以後 他們的敘述不是只能簡單的兩個字 我不會這麼輕鬆的放過他們 所以他們基本上要做一個很完整的陳述 這樣子 好 所以第一個呢 這個是一個學校的介紹 就是與其你帶他們走一一的導覽 與其你說過資訊 然後他到學期末才跟你說 他說老師你為什麼沒有告訴我 然後你真的會有點生氣 就覺得一開始就告訴你 可以用學生證很便宜 為什麼你忘記了還怪我這樣子 所以用這個方法 他們第一天就會知道 學校有哪些地方可以去做什麼 然後有什麼樣的折扣 然後有什麼樣的東西這樣子 好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 他們在認識學校上面的作業 可以看一下第二個嗎 好 下一個 好 接下來呢 因為我說這個團 這是我某一屆的學生 他們很可愛對不對 好 大部分都 都是看起來像外國人臉口 有幾個是華裔這樣子 好 那這些學生呢 他們一群來就是這樣 有各種的 男生女生都有 基本上就是同一個大學的學生 那除了認識東海大學以外 更重要的是認識台中 因為你不可能只在學校裡面 你還會出去啊 所以台中到底有一些什麼中心 你需要知道呢 好 我們就會有一個認識台中 你看那個是我們到夜市 然後旁邊 右邊那張照片 那兩個女生 他們就是一邊在參觀 然後一邊在回答 我給他們的問題 如果真的只是參觀的話 真的大家就是停一停就算了 甚至有的人就會開始放空 可是當你有目的給她的時候 她就能比較清楚的去學習 因為她知道她需要完成這件事情 所以你看到那兩個女生 她們就是很專心的在想 怎麼回答我給她們的問題這樣子 好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復健好不好 好 所以這個是認識台中 我給她們的復健的內容 就是那個任務型活動的內容 那這些都是生活資訊 比如說你看第一個 第一個就是 坐一次台中的公車要多少錢 台中是一個很特別的城市 就是她坐公車是免費 基本上是免費 因為10公里是免費 所以我們有一條很有名的路 叫做台灣大道 那這條路基本上就是 只要你想要去百貨公司啊 然後想要做什麼 去博物館啊 你都可以坐這條路上的公車 很簡單又很方便 那坐上公車以後只要用悠悠卡 基本上10公里是免費的 所以這個資訊學生一定要知道啊 所以當然我們就有這樣的題目嘛 那你待他們在做這個題目的時候 你一定不是在教室裡 你一定是真的走到外面去 所以坐一次公車要多少錢 你讓他刷悠悠卡 你讓他觀察 等他下課 下車的時候 他會跟我說 欸 老師那個怎麼沒有扣錢 你就跟他說 對啊 為什麼沒有扣錢 他就需要自己去找答案 對嗎 好 那接下來呢 好 我們看到第二個 台中最熱鬧的夜市在哪裡 好 怎麼從東海大學到這個夜市 台中有另外一個有名的大學 叫逢甲大學 那逢甲大學的外面 有一個很有名的夜市 在那裡你可以吃到 就是台灣有名的小吃 然後很熱鬧 買東西 什麼都很方便 好 那東海大學跟逢甲大學 其實坐公車也很方便 我們學校裡面有公車 可以直接開到逢甲的門口 所以學生就需要知道這件事啊 那他們會怎麼找到這個答案呢 第一個他們需要去問 因為我不會讓他們那麼輕鬆 就用手機給我答案 那真的就沒有語言學習的目的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會希望他們第一個問題去問 他們去問路人 去問誰都可以 我們坐了公車以後 我們可能選擇在一個地方下車 那他們就要分組去找路人 問這件事情 那問完以後呢 從學校 東海大學到夜市怎麼去 他們用手機查 也沒有關係 搭公車要多久 如果是校內公車搭過去 大概30分鐘 因為它會繞比較遠的地方 它會去比較多地方 其實如果騎摩托車很快 可是開車跟騎摩托車 其實都沒有那麼久 可是因為坐公車 它會開開停停啊 會等一下 然後可能尖峰時段又會再久一點 大概30到40分鐘這樣子 好 想來台中了對不對 好 好 所以 好 就是這個以後 你會希望他去問路人 問完以後呢 他需要去找怎麼去 他可以用Google Map找 但是他在給我回饋我的時候 他需要說出來 所以他一定要想辦法給我句子 他不能只跟我說坐幾號公車 好 他可能要跟我說在哪一站上車 在哪一下車 然後多少錢 然後他公車會停在哪裡 好 接下來第三個 第三個是台中有一個很有名的地方 叫彩虹眷村 非常的漂亮 那個地方是以前是給軍人的眷屬住的 那後來因為都市計畫的關係 本來要拆掉 可是那裡面有一個老先生 他就把彩虹眷村 就是他把他的家畫得很漂亮 他在牆上地上都畫畫 如果大家有興趣可以稍微Google一下 台中的彩虹眷村 那這個眷村 它本來就是一般的眷村 可是經過這位老先生 他畫畫以後 他變成一個很有名的景點 雖然地方不大 可是大家都會去 然後也非常的有名 所以學生需要坐公車去那個地方 找到這位老爺爺跟他拍照 並且去知道為什麼這個眷村現在會變成這樣 為什麼很多眷村拆了 可是這個眷村還留著 他們在那個地方會看到一個很漂亮很漂亮的地方 我們等一下可以看照片可以看到 我們可以現場即時找嗎 可以的 我等一下會連結 好好好 OK 好 我們等一下會有連結 就是大家可以看看一下這個漂亮的地方 好 然後往下呢 好 就是草碼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在台中草碼是一個轉運站 也就是你要去台北 你要去高雄 你要去台南 你要去哪個城市 你可以做一個所謂的客運 也就是公車 好 就是bus 好 那這個bus 它就可以到很多不同的城市 它不是城市裡面的公車 它是到別的城市外面的公車 所以學生一定要知道 因為放假的時候 大家就是往台北跑 然後往高雄 往墾丁跑 所以你一定要知道去哪裡坐車 所以我們也會在那裡停 然後讓學生觀察 我會帶他們坐公車 然後他們就會仔細聽 他們就會聽到草碼站 大家下車 下車以後呢 帶著他們到那個地方 好 大家就會看一看 哦 這裡是車站 那票價是多少 大家需要去詢問 或者需要去找到資訊 這樣子 好 然後我們再往下一點點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你就是看到一些比較實用的資訊 比如說你要去台北呢 你有一些方法 坐公車 坐火車 坐高鐵都可以 可是他們的票價都不一樣 然後時間也不一樣 所以學生在做完這些以後 他之後怎麼在台中生活 然後怎麼在台灣生活 因為台灣沒有那麼大 所以其實他知道這些資訊以後 他是可以在短短的一些 這些時間裡面 玩到台灣很多重要的城市的 好 那下面呢 TOP CITY 是一個百貨公司 那我選擇百貨公司 是因為它有一個滿不錯的電影院 所以如果學生想要知道在哪裡看電影 我覺得在別的城市看電影 這件事也滿有趣的 我去波蘭的時候 在他們的電影院看過電影 然後第一次就走到國外的電影院 發現有一點不一樣 那哪裡不一樣 所以我也滿希望 而且在台灣看電影其實滿便宜的 還有字幕可以練習中文對不對 所以這也是鼓勵他們去的一個方法 所以他們知道看電影好像聽起來很可怕 可是你如果已經帶他們去 然後他們知道票價 知道在哪裡 買票也不難 其實他們就會去做這些事情了 所以這個都是需要詢問的 還有我們在台中的那個下面有一個 TOP CITY 下面有一間很有名的小籠包店 叫鼎泰峰 好 那基本上你往下看到這些所有的問題 我們再往下好不好 一個一個慢慢很快的瀏覽過去 其實這些問題 到這裡結束了對不對 其實這些問題都是所謂生活在台灣的資訊 生活在台灣的資訊 那這些資訊呢 一樣 如果你今天只是讓他用Google找到 然後一樣你只是讓他在教室裡面執行 那效果真的差很多 因為你自己去那個地方 你想要去 從你想要去到你真的去 他其實是有一個執行上的猶豫點 你會覺得在國外好可怕 如果中文不會說我要怎麼買電影票 如果我要去台北 我怎麼知道客運站在哪 我知道客運站在哪 可是我怎麼知道要搭哪一個巴士 所以這個任務行教學的好處就是 這些生活的資訊都是你可以問到的 而且老師帶你走一次 但是實際上是你自己在執行 所以每一個問題下面我都會有一些我希望達到的 比如說第六個我就希望他們詢問 希望他們可以到達這個地方 希望他們可以觀察 希望他們在結束以後可以跟我描述一下 他們在做這整件事情 在做這整個問題回答的時候 他們看到一些什麼東西 所以一樣聽說讀寫 因為你需要聽路人回答你 你需要去問路人 你需要去說 你需要去讀那個字 你需要回來寫報告然後告訴我 所以任務行教學它不是一個很自視化的聽說讀寫 它是一個非常開放性的聽說讀寫 但是我們要記得的是 因為它是任務行教學 所以你不能要求它在詢問的時候百分之百的正確 因此這就牽扯到 如果今天你是一個老師 你帶著學生去做任務行教學 你站在他的後面 你聽到他的語言錯誤 文法錯誤 聲調錯誤的時候 你該怎麼辦 請問大家 你們會去糾正他們還是就放著 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 然後回答一下 就是如果今天你帶學生去做任務行教學 然後你發現學生他做錯了 你會怎麼辦 好 有人說不管他們 好 還有沒有人願意回答 有嗎 有沒有人會及時不當場糾正 好 還有嗎 有沒有人覺得就是要當場在旁邊跟他說 不是 不是 不是這樣子 看情況 好 好 他可以溝通成功 他說什麼都沒有關係 所以剛開始學生會很害怕 他就覺得老師跟在後面 然後我說錯怎麼辦 一開始真的會很害怕 可是當他們發現一個問題問完 他得到答案了 然後老師也都沒講話 或者是他們無助地看著你的時候 然後你也不理他們的時候 他們只能想辦法 他們只能想辦法自己解決 所以任務行教學的要求 就是它的標準沒有這麼的高 就是以達成任務為主 好 以達成任務為主 所以這個就是認識台中這些事 我們可以來看一下我們學生的照片 好不好 我放一下我們學生的照片 我們來看一下那時候的情況 好 所以你看到下一張照片 下一張照片的左上角 這個就是他們在彩虹眷村裡面 那彩虹眷村裡面 他們就有很多的商品在販售 所以學生也很有興趣 他們就需要去溝通 因為你可能會問他說 有什麼東西比較特別嗎 然後彩虹爺爺啊 好 我沒有找到學生彩虹爺爺的照片 好 有點匆忙 不過那個彩虹爺爺非常活潑 他會跟學生有很多的互動 那右下角的地方呢 你看到就是學生在事後 他們一定要做一個報告 而且要在大家面前說 那你知道這些人 他們是一起出去的 所以這個報告 你在報告的時候別人也知道 好 別人也知道你在報告什麼 那他們在練習的就是理解 因為我已經知道了 那你講的中文我應該要聽得懂吧 你的敘述我應該要聽得懂吧 因為不是一個我完全在狀況外的東西 所以這時候你就可以訓練輸出 以及接收 接收別人的資訊 以及表達自己的意見 這樣的事情 所以下面的回饋是非常重要的 語言教學一定要有回饋的部分 一定要有回饋的部分 好 我們再往下看 好不好 好 所以啊 現代科技呢 好 對任務型教學的好處就是啊 你再也不會把學生弄掉了 我記得有一次我帶學生出去 然後那一次 因為我是一個很喜歡實驗的老師 所以有一年我就想 那我把學生分兩組好了 讓他們走不同的路線 但是最後在一個點集合 那我就說先集合的 先集合 先到的那一組 我就請他們吃冰淇淋 就是豪華冰淇淋 然後後到的那一組也有冰淇淋 但是就是比較簡單的這樣子 所以大家就為了那個 而且那個冰淇淋點非常 在台中很有名也滿貴的 所以學生就充滿了動力 要完成這件事情 但是我能怎麼辦 分兩組我不能分兩個 所以我就先到地點等他們 好 一組很快就完成任務回來了 另外一組我們等超久的 大概等了一個小時還沒看到他們 然後他們又剛到台灣 又沒有手機可以聯絡 所以就還滿可怕的 那時候我很年輕的時候 有點魯莽 但是這也給我一個很好的經驗 就是可能這樣子的任務型 就要有點考慮對不對 因為你怕學生掉了 所以你知道台灣是一個 非常安全的地方 基本上學生掉了 他們都可以回來 因為東海這麼有名 然後台中這麼的方便 坐個車就回來 你一定會告訴他們 怎麼回到學校 你一定會告訴他們 如果多久 還沒有辦法做完 還沒有辦法做完就回到學校吧 可是我們還是在那裡等了一陣子 所以就覺得有點緊張 但是這種事情現在不可能發生 因為現在網路那麼方便 台灣到處都有WiFi 你基本上你就打開你的手機問說 你們現在這組在哪裡 他們就會回覆你嘛 所以你大概就知道他們的進度在哪裡 其實在進度不同的時候 你也可以稍微在手機上做調整 比如說哪一組的進度比較快 你就可以提醒他們 什麼東西做到了嗎 哪一組比較慢 你就可以跟他們說 什麼東西你可以不用做沒關係 所以用這樣子遠端的方式 就是在任務型教學上 隨時調整學生的進度以及難度 這個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學生再也不會走掉了 這真的是我覺得是最大的 最方便的地方 就是我們現在有手機 有通訊軟體非常棒 好 那往下我們再看一個 好 那現在這個就是我們所謂的 用遠端操控來做任務型教學 這是另外一個團 就是我們教實習老師 然後實習老師帶著學生去做活動 那這個地方是我們帶到彰化的鹿港去 所以大家一起去鹿港 然後我們就分散了 那不同的老師 當天除了我還有另外兩位老師 我們就在不同的地方 給學生不同的功課 學生會需要去找到老師所在的位置 他們手上都有地圖 事先也都已經安排好了 就是大概助教們都知道流程是什麼了 所以學生基本上是在一個 有陪同的狀態 但是助教基本上也是像老師的身份 就是這些實習老師並不會去阻止 學生練習的機會 所以他們帶著這些學生 然後學生需要去找到老師 那老師會不斷地移動 根據不同的景點做出一些問題 有一點像是大地遊戲在過關卡的狀態 你可以看到我們 譬如說右邊就是我走走走 我看到一個冰淇淋的攤子 因為我真的很愛冰淇淋 所以我就臨時就給了一個任務 我就說如果找到我 找到玉老師 你們有冰淇淋可以吃 所以大家就趕快來找我 他們就要去看 看那個照片在哪裡 我們會給他們一些線索 那怎麼去找到這個地方 就是去問啊 去問別人啊 或是你會告訴他 我的附近有音樂哦 然後我的附近可以看到什麼 或是跟著什麼走 從哪裡到哪裡 你就可以找到我 所以學生在根據這些線索 就可以即時地去完成這個任務 那每一個任務都有時間限制 譬如說我只會在這裡20分鐘哦 所以他們就要去取捨 要完成哪一個任務 然後要做到什麼樣的程度 那每一個任務有不同的配分 所以學生在最後 也可以根據他們完成的任務 來做一個分數的加總 所以最後老師會給他們一個成績 他們也可以知道 這個任務的完成度大概是多少 所以就是用這樣的方法 用對話 學生不斷地在找老師完成問題 然後拍照回傳 讓老師知道哪一組 做了哪一些活動 做了什麼 最後有分數 有實習老師配合 然後有老師當關卡的關注這樣子 所以這是一個比較大範圍的任務型活動 那就需要比較多老師配合 如果今天有兩三個老師 願意一起去做完成這個活動的話 會非常的好玩 那也非常的適合介紹一些有名的景點 像彰化鹿港就是台灣一個非常古老的城市 非常傳統 非常傳統也非常漂亮 那它的佔地不會太大 所以也很好玩 這樣子 好 你看看不懂菜單永遠都只能吃便當 看不懂菜單永遠都只能吃便當 真的很可惜 你們你們自己去掌握要吃甚麼 如果今天點的不好吃是你自己的問題 就不是老師的錯 所以他們就可以點一些他們自己想要嘗試的東西 你看到右邊的照片就是他們 左邊就是他們在研究菜單 每個人都在查菜單上面有甚麼 那右邊就是點完的成果是甚麼 我覺得這個好很多是以前我帶團出去 學生不一定會把菜吃完 因為他們不知道 我不知道他們喜歡甚麼 即使我問他們 孩子們還是會有點都可以都好 可是實際上上來又不一定合口味 那自從做了這個菜單的任務型教學以後 學生可以自己點菜 他們就可以選自己喜歡的東西 那基本上就會吃光 因為那是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教學的 另外一個範理 我們往下好不好 好 所以我們剛剛看到好處是甚麼 好處就是你不會再把學生弄丟 然後學生的狀況你也都可以掌握了 但是壞處是甚麼 就是很多事情變得好方便 以前你要問路 可是你現在不用問路 然後以前歷史的東西你要聽老師說 老師會告訴你很多故事 可是現在全部你都可以Google 所以怎麼辦 你要怎麼去防止這件事 你要怎麼讓他們覺得 喔 我不能只是用Google 因為我如果只是用Google的話 我一點都沒有訓練到語言 比如說問路這件事 如果可以Google 你幹嘛要自己問 我相信大家都是一樣 我也是一樣 就算我可以用英文問路 可是我真的可以用Google的時候 我也不想跟別人講話 好 因此我們要來看看好 我往下一張好不好 好 因此現在的語言教學呢 特別在任務型教學上面 你要把學生的這個困擾拿掉 什麼是非說不可的狀況呢 或者是什麼樣的狀況 就算網路查得到資訊 你還是非說不可呢 我們可以想想這種問題 好 是不是可以請大家想一下 如果今天在語言教學上 有沒有什麼是雖然網路很方便 可是我們還是得說話的情況 想一想 用自己的例子來想一想好了 請你用自己來想一想 即使今天網路可以找到 可是有一些東西是網路 沒有辦法給你答案的 對嗎 好 什麼樣的狀況 譬如說你想要交朋友 你想要交一個 好 你去一個國家旅行 在那個國家生活 你想要交一個朋友 你不可能靠網路給你知識嗎 我們用這樣的出發點來想想 什麼樣的情況下 我們需要說 就是一定要說 好 可以想想嗎 自己學中文歌 好 可是我今天講的是溝通 我今天講的是溝通 你來台灣 你來台灣 叫一個台灣朋友 有沒有什麼樣的狀況 是你非說話不可的 有嗎 大家覺得想一想你會在什麼樣的 沙價買衣服 對啊 好 問當地語言的華文翻譯 這個是什麼意思 問當地語言的華文翻譯 這個可以稍微講得清楚一點嗎 閩南語 你說想要學習當地的 譬如說來台灣學閩南語是不是 我們先以目標語來說好不好 以中文來說 我覺得像剛剛那個沙價買衣服 那個就是很 一定會的啊 你沒有辦法用網路幫你沙價對不對 所以那個情況就會嘛 好 然後呢 還有呢 大家可以想一想 什麼樣的情況是 你非說不可 你沒有辦法用網路幫你的 還是網路太方便了 真的都可以幫忙 有嗎 餐館看不懂菜單 採訪 面食 對 很好 還有嗎 還有嗎 好 我們剛剛有一些 譬如說採訪啊 採訪這個我覺得蠻好的 或者是說 上洗手間 上洗手間要說話 找廁所 廁所在哪裡 好 可以想一些更複雜一點的 到兵營館 看病 看病 看病可能需要幫忙 好 買奶茶的時候 這個鐵定來過台灣吧 買奶茶 打電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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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房子 很好 好 還有呢 這些都很棒 好 有一些蠻複雜的 這些都是 任務型教學我們剛剛說 客室活動因為它是比較小型的範圍 所以它的內容不可以太複雜 可是任務型活動它的內容就要複雜一點 因為它是一個大的活動 所以我們往上看好不好 找房子可以 譬如說你要怎麼去找到 房子 哪裡有房子 然後你要怎麼 好 那找房子就可以跟打電話一起 因為你需要約房東 你需要去看 你需要去現場 好 還有呢 網上我們再看一下好不好 看病 好 如果你真的今天需要看病 然後醫生又不會說中文怎麼辦 好 然後買奶茶 買飲料 喔 台灣買飲料 這個真的很需要練習 因為台灣買飲料 太方便了 你的甜度 你的冰塊 然後你要喝什麼 甚至你可以客製化 好 這個很值得練習 到殯儀館的時候應該不用講話吧 這個我有點不理解 好 找廁所的話算是一個比較簡單的題目 因為基本上你只要問說 請問廁所在哪裡 好 這樣就可以 不過它是一個小任務也可以 好 還有呢 好 採訪的話 採訪很適合就是交朋友這樣的主題 比如說你今天認識一個新的人 你要怎麼去問他一些問題 以及別人會問你問題 那你要怎麼達到溝通的目的 好 然後面試 好 如果你有長期在台灣的打算 好 就可以面試 這樣也可以 好 然後餐廳菜單 這個是非常及時 這個就很適合做任務性教學 因為你每天都需要吃飯 好 網上呢 還有嗎 好 大概是這一些 然後 殺價買衣服 好 這幾個都是 好 我們剛剛講到這幾個 其實大家的意見都非常好 不過有幾個特別適合做任務型教學的 好 所以接下來呢 好 我們 接下來我希望就是大家可以一起來做一個 演戲啊 演戲也可以啊 演戲可以做一個統整的 可是它就比較不是一個任務 因為演戲如果從一開始開始鋪陳的話 它需要比較多時間是由老師輔導 因為那個台詞的正確性 如果今天要表演出來 那就是需要正確的語言 所以演戲的話比較 任務的話它比較沒有那麼自由 它需要老師參與的機會比較多 好 沒有聲音 好 那我們今天來選一個好不好 我們來選一個一起做 我們來想想 如果你今天要做一個任務型教學 那我們來從最一開始來想一想 我們要怎麼幫助學生完成這個任務以後 也是達到一個生活上的技能 我說過就是語言學習 對我來說就是生活技能這件事情非常重要 一定要馬上用 它才會有成就感 好 所以我們來想一想哪一個呢 好 我們用找房子好了 我們用找房子這個 我覺得這個蠻適合的 好 我可以切換到這個 好 現在呢我會開一個我自己的 我自己的 我開一個空白的檔案 然後我覺得我們大家可以一起想 然後一起做 好 一起想 一起做 嗯 不見了是不是 好 不好意思 我們弄一下電腦 好 謝謝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OK 我等一下 沒關係 我試試看 好 謝謝 好 我們先來做一個比較小的練習 就是剛才有一個這個檔案對不對 這個檔案就是我們要認識台中做的檔案 所以我們先來想一想哦 好 如果是這個問題 記得嗎 我們剛剛說任務型教學的問題設計呢 最好從答案開始 就是你自己要知道 你希望學生回答什麼 那當你把答案打出來以後 你才會知道你的語法點 以及你的身智到底要用什麼樣的方法 因為這個都是要先教過 我們現在說的這個練習 這些任務都是在教學過後的 所以一定要先有教學 那教學的時候 你一定要掌握你要教什麼才能達到嘛 所以學生會覺得這整件事很自由 但是基本上都是在你的框架上面 看不清楚 很模糊 好像焦距有點問題 是不是 好像字不是很清楚 可以了 可以了 這樣子可以 OK了 OK 謝謝你 謝謝你告訴我們 好 所以我們先來做一個演練哦 好 先做一個演練 然後我們等一下從一個空白的開始一起試試看 好不好 做一個小型的任務型教學的教案就好了 好 所以我們先來試試看 如果今天是認識台中 好 一樣是我的這個 我們現在反向推回去 這個當然是我已經想過以後設計的問題 然後我有我自己教學的檔案 那如果今天是一張這個問卷 做一次台中公車要多少錢 你覺得答案會是什麼呢 大家可以試著回答這次問題嗎 我剛剛說了 有人記得嗎 就是做一次台中公車10公里是免費的 可以想像一下學生會怎麼回答嗎 免費 好 我的學生都知道哦 我的學生都知道回答 我不能回答兩個字 要回答句子 句子 所以請回答句子 而且剛剛說到一個關鍵 它不是完全免費 它是10公里免費 意思是你可以坐9公里 然後下車 然後再上車 那就是坐多遠都免費了 對不對 好 答案是什麼 句子哦 句子 好 所以你應該會回答 好 我給學生的句子的定義是要超過7個字 為什麼 因為你句子不夠長你就達不到練習的效果 當然免費是對答案 免費一定是對的答案 10公里免費這樣也是對的答案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這個是語言教學 所以一定要有足夠的質量 還有句子要足夠的長才可以 好 所以你可以回答 譬如說 10公里坐 在台中坐公車 10公里免費這樣子 好 所以在這裡面呢 你可能需要在事前做到的是什麼 你可能需要教它免費是什麼意思 對不對 好 台灣有很多東西是免費的 其實蠻方便的 譬如說你去吃飯的時候 飲料是免費的 白飯是免費的 所以當你學免費這個字在台灣 你就會發現 其實台灣生活還蠻方便的 然後又其實不貴這樣子 好 所以在台中坐公車 好 10公里免費 好 如果是這個呢 台中最熱鬧的夜市是什麼夜市 好 請用句子回答 我們剛剛說的是縫甲 對不對 但是這個答案在我的班是 不及格的 因為它不是句子 它只是答案 所以可以怎麼回答呢 台中最熱鬧的夜市是哪個夜市 台中最熱鬧的夜市是豐家夜市 對 這個就是我要的句子 就是我要的答案 所以你要給學生一個規範 就是我要句子 我不要簡單的關鍵字就好 因為我要練習 然後再來是句子才可以看出文法 然後才可以看到 所以當你回答 在台中最熱鬧的夜市是 逢甲夜市 當你回答這個句子以後呢 好 你就可以知道 這裡面有相似的地方對不對 在台中 好 然後什麼事情 所以這個達到一個什麼樣的語法點 我們知道中文的語法點是這樣子 好 主持 人 對不對 好 然後時間 最基本的句子的句構就是 主持 時間 地方 然後做事情 就是 subject time location 還有 event 就是這幾個點 這是最基本的字構 所以當他們可以回答這個句子的時候 基本上它基本句子的句構是成立 而且完整的 所以你會看到 好 主持可以省略 好 在台中 其實它這裡就是在台中這件事情啊 好 最熱鬧的夜市 好 這其實是一整個嘛 然後是哪裡 這其實是三個部分 什麼 是什麼 所以當你拉長句子的時候呢 它就會出現句子的結構這件事情 那句子的結構就是你在教學的時候 應該教學生的 所以它要回答這個句子它必須有一定的文法 它必須知道一定的句子的位置 句子的順序 所以你在教學的時候 你就要特別注意 你已經知道你需要學生回答什麼了 所以你在教學的時候就要特別注意 學生在回答類似問題的時候 它的句子結構是不是對的 好 是不是對的 就是這樣子 所以彩虹夜夜是誰 這個就會是一個比較複雜的故事 所以你每一次設計問題的時候 你都要自己先回答 然後你要去研究你的句子的結構是什麼 以及關鍵字是什麼 最重要的字是什麼 如果這些字是不可避免的 那你就要在他們去做這個任務以前 都教會他們 就是都教好他們 你不能讓他們去打獵沒有工具 對嗎 所以一定要先把工具給他們 好 所以這些答案就是你要給他們的工具 每一個問題自己回答完以後 你才能列出你自己的教材 整理好自己的教材 好 好 所以我們現在來試試看 好 我們現在來試試看一個 簡單的 乾淨的 好 我們今天的主題是找房子 對嗎 找房子 好 在我調整格式的時候 請大家想一想 如果今天你的任務是找房子 你希望學生達到哪一些效果呢 你希望他們問哪一些問題 或是你覺得哪一些是非常重要的 資訊取得的一些必備的問題呢 好 我們可以來想一想 好 我們先設定這些學生 大概是終極好不好 終極的學生 所以基本上有一些簡單的句子他會說 他雖然不能說很難 但是基本句子他已經可以了 好 請問大家 你找房子的時候 你可能會遇到哪些問題 我看不到他們的回憶 可以大一點 價錢 沒錯 價錢 好 所以第一個 我們先設問題 先設好一些問題 然後我們再來找 關鍵字和文法 然後找完以後如果問題有問題 我們就可以修改這個問題 讓它更符合 更符合狀況這樣子 好 所以第一個找房子 一般我們都會在乎價錢 所以如果你今天要找房子的話 有幾個關鍵人物 對不對 交通 房子大小 很好 房子大小 然後 附近有什麼 對啊 然後可以再便宜 對啊 可以殺價嗎 有幾個房間啊 設備啊 有沒有家具啊 對不對 這些都是找房子需要的嘛 好 都是找房子需要的 好 所以我們從最簡單的來開始 當你今天要教學生找房子這件事 你可能要先讓他知道 找房子要打電話 打電話的你打給誰 第一個 好 如果你今天要找房子 你就是房客 好 你是房客 那租你房子的人就是房東 好 那 華人社會的禮貌非常重要對不對 所以你也要教他們問問題的時候 需要達到什麼樣的禮貌的問法嘛 好 我看到很多 謝謝你們 好 還有什麼 水電啊 對不對 你需要知道水多少錢啊 電多少錢啊 好 所以我們來看看 我們先找房子 在台灣找房子有一些辦法 最簡單的就是用幾個找房子的網站 所以在找房子以前 你會先介紹他們的網站 比如說台灣有什麼591豬王 你可能會打開這個網站 然後介紹他們 這可以看到什麼 然後價錢 當然網站上面有非常複雜的資訊 可是你可以列印下來 整理一個簡單的資訊給他們看 好 大概只要看到哪幾個點就好了 接下來你就是要去找房東嘛 對不對 講話比較方便 因為看網站很複雜 所以你可以讓他們找到簡單的資訊是什麼 就是你看到照片 你喜歡這個房子 你打電話去問 這樣不是很簡單嗎 你就不用看 你只要知道找到房東的電話就好了 對嗎 接下來就是他的任務 他可以直接說話去詢問 好 所以他們找到了 好 找到了電話 找到房東電話 好 我們就要開始 你要問房東什麼呢 好 第一個 你可能會問他說 你可能會現在跟他說什麼 你今天要打電話 約看房子的時間嗎 好 所以 第一個問題是 房子的空氣 有沒有洗衣機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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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都很重要 好 我們一步一步來 好 我們今天要打電話給房東 你現在要確定這個房子還有沒有 對嗎 所以你會怎麼問呢 然後現在打電話給房東 房子周圍的環境很好 我們先來想想 你現在要打電話給房東 因為這是任務嘛 所以他要完成任務 他要 這些都是等一下的問題 可是 你要先確定房子還有沒有 住出去啦 好 幾點看房子 還有空房子嗎 對 很好 好 所以你可以打電話給房東 然後呢 你會怎麼說 你會說 好 你可能會有這樣的句子 就是這是對房東說的 就是 您好 我要租房子 請問還有房子嗎 好 這個是你需要學生回答的答案 所以如果你給他任務 任務是什麼 好 所以你可以大概做一個表格喔 我們像剛剛那樣子做一個表格好 好 這個是你要給他的問題 好 請問房東還有沒有空房子 這是你要學生去問的東西 你要學生去問的東西 接下來呢 學生就要去答 回答 他的答案會是 有 還有空房子 好 如果他今天問是 有空房子 還有空房間嗎 好 那他給你的答案 這個是你要他去問的 這是你給他的任務 那他的任務完成 他會給你的事 好 所以他會給你的答案是 有 現在還有空的房間 但是中間的過程是什麼 中間的過程是這個 這樣可以理解嗎 就是你在設計答案 你在設計問題的時候 你已經想好他的答案是什麼了 所以你設計的問題 你會依據這個答案來設計問題 那你要設想 這個問題是學生的過程 你要想到的是 你問什麼問題 學生要怎麼問 然後學生給你的答案會是什麼 所以呢 我們今天要先確定 找房子的第一步 就是確定房間還在不在啊 所以老師給他的問題會是 請問怎麼問房東 還有沒有空房間 或是請問還有沒有空房間 好 請問還有沒有空房間 這樣也可以 好 你可以給他這兩個問題 然後他就要打電話去問這個 問完以後他就會給你這個答案 這個就是第一個問題 好 接下來呢 好 還有 我們還很在乎價錢 對不對 為什麼不行 好 還很在乎價錢 那現在可以想一想嘛 好 價錢 比如說一個月 比如說答案 答案是一個月五千塊 好 答案是一個月五千塊錢 好 答案是一個月五千塊錢 好 答案是一個月五千塊錢 那老師要問什麼 學生要怎麼問 學生要怎麼問 我們這裡是 好 A 是老師要問什麼 學生是 B 是學生要怎麼問 然後這裡的 C 是他回饋給你的答案嗎 對嗎 好 所以我們來想想 A 可以先想 B 再想 A 好 請問租費是多少 好 月租是多少 好 我們在台灣說房租是多少 好 所以 B 可能他 學生真的去問的時候 他會問 他會這樣子問 他在台灣的問法 應該會是這樣子的 好 他真的要去問房東的時候 他需要說這句話 就是請問房租一個月多少錢 那老師給他的問題呢 會跟這個問題蠻像的 好 就會變成 好 就會變成這樣子 所以你可以看到老師給他的答案 老師給他的問題是 A 房租一個月多少錢 那他真的打電話 請問可以兩個人住嗎 怎麼那麼可愛 好 租房子的租費是多少錢 好 我們台灣說房租 好 租費也可以 好 看看應該是可以聽得懂 好 聽懂就可以這樣子 好 所以你看喔 好 A 是你問 好 給學生的問題 好 房租一個月是多少錢 那他打電話去問的時候是 請問房租一個月多少錢 他得到的答案房東可能會說 一個月五千塊 那他回來給你的寫法 就是一個月五千塊 好 接下來我們還要問啊 比如說 不好意思 包括電費嗎 包括電費這件事有點難 你知道台灣也是很熱的 如果包括電費 可能房東會破產 因為冷氣就不關了對不對 好 所以這個 可是這個也很好的問題 好 那我們來想想 如果他要問這個問題 好 你給他的答案 你給他的問題會是什麼 好 如果你希望他問的是 好 如果你希望他跟房東的對話 是這句話 請問房租包括電費嗎 我現在就可以告訴你 一般來說是不會包電費的 好 所以我可以想像房東應該會說 好 房東應該會說不包括電費 那這裡老師給他的問題設定會是什麼 你們覺得 你會怎麼問他 因為我好奇 如果在印尼租房子會包括電費嗎 如果會的我應該要搬去印尼租 因為我每次聽學生說印尼 我都覺得好像很棒 應該可以去那裡生活一下 沒有 對嗎 沒有嗎 如果包電費就太划算了對不對 好 所以如果我們都知道是 不包電費的狀況下 那這裡的問題會是什麼 可能是電費怎麼算 好 從這裡我們可以看到 從這幾個問題你可以看到什麼呢 就是有一個很清楚的地方就是 你的問題跟學生要問的問題 不會是一樣的 不會是一樣的 所以你的問題如果跟學生的問題一樣 那就變成學生只要照著你說的 就是你給他的句子去問 那就不是任務了 那只是他去找到答案 找到答案這樣子而已 可是你今天要引導他的是 你給他一個問題 但是他要用另外一種方法去問 他才能得到資訊 這個才是任務型教學要做的 為什麼 因為如果你直接給他問題的問法 譬如說我這裡就是 請問房租一個月多少錢 這個問題比較像 請問房租包括電費嗎 當然也可以這樣問 因為這個問題比較簡單 所以基本上不會差很多 但是我們在設計問題的時候 盡量不要 盡量不要這兩個問題很像 或是盡量不要讓學生可以 問問題的時候就是你的答案 就是你的問題 盡量讓他有一點落差 這樣他才能去思考 他要怎麼問 所以比較好的方法 比較好的方法 如果你不要讓他這麼像 其實他如果問房東電費怎麼算 這個就 他基本上就沒有響了嘛 對不對 所以我們可不可以再換一點點方法 讓他換一種我們自己的問法 讓他們知道 這個是不能直接這樣問 他需要轉換一個方式去問的 可以嗎 我們讓我們現在來做一點點修改 就是我們要怎麼讓這個 不要變成直接可以詢問的問題 好 就是把它簡化 或者是我們不要變成問題 因為本來他就會去問問題了 所以你可以稍微改一下 你看看這兩個句子的差別在哪裡 這兩個句子的差別在哪裡 如果是電費怎麼算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問題 所以學生在做這一題的答案的時候 他可以直接打電話就跟房東說 房東請問電費怎麼算 這樣子他就沒有去思考 他只是照著老師給他的問題去問而已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它改成不是問題 比如說請告訴我電費怎麼算 他就要去想這句話 這個東西這個資訊要怎麼變成問題去問別人 好 怎麼用變成問題去問別人 這三個問題比較難轉換的原因 是因為它是一個很簡單 而且答案也是很直接的 所以學生沒有太多的空間去思考 可是如果你今天真的需要學生去思考的時候 你就可以用另外一種方法 譬如說就不要給他問句的方式 那他要自己去變成問句 所以經過這個自己變成問句的過程 才會有一個任務的存在 才會讓這個任務加深 然後才會有一個思考的過程 才會有一個成就感 好 才會有一個成就感 好 那當然我們剛才還看到 譬如說環境對不對 好 你想要問環境嘛 那這就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呢 你也可以這樣子問學生 如果今天你看有的人很在乎交通啊 有的人很在乎附近方不方便啊 然後有的人每個人在乎的東西不太一樣嘛 對嗎 好 所以在問問題的時候啊 你也可以這樣子想像 好 譬如說我們想要知道環境好了 想要知道環境 好 我們可以怎麼問學生 怎麼給學生任務呢 好 你可以這樣子做 還是大家先想一想 如果你今天需要學生去答案 好 我們先來想答案 好 答案是 好 如果今天呢 好 你假設學生的答案是這個 然後一樣有A B 老師給的問題任務是什麼 學生怎麼問 好 我們來想想A的地方 B的地方我們先想想好了 這樣子反推回去比較容易 好 我們先來想想 好 先來想想那個B的地方 學生要怎麼問問題才可以得到這個答案呢 好 請告訴我房子附近有什麼 好 還有嗎 還有別的問法嗎 這個不錯啊 這個很直接 好 房子的環境怎麼樣 交通方便嗎 好 這個也可以 好 這就是學生需要去問的問題對不對 好 所以我們這兩個都很好 都很棒 好 所以我們就把它寫下來 好 假設他的問居室 好 假設學生要回答這個答案 他需要問這個問題 那老師給的任務應該是什麼呢 我們不能用這樣子對不對 如果我們直接讓他 給他這個問題的話就太簡單了 就太便宜他了對不對 他就沒有學習的過程 好 所以我們來想想 我們要怎麼答A的地方 任務應該怎麼答會比較好 大家可以嘗試看看 任務要怎麼答比較好 好 可以試試看不用用問句的方法 或者是用問句 可是要繞一點點彎 讓他可以有思考的過程 有嗎 垃圾車每天幾點會到 這個很重要 好 對啊 台灣就要追垃圾車 很麻煩 好 可是我們在想這裡啊 那個是一個很重要的資訊 沒錯 可是我們現在要想這裡 好 你的任務會怎麼給呢 好 房子附近的情況 好 這個還不錯 好 房子附近有便利商店有車站嗎 這個的話 房子附近有便利商店有車站嗎 這個是學生可以直接問的問題 我住在高樓大廈 住在高樓大廈就不用追垃圾車對不對 好 我們先回來 差一點跟你聊天起來了 好 所以我們看看這裡 好 這裡你看喔 如果是你直接給他這個問題的話 上面的問題的話 問一問房東那裡的環境 好 對 對 對 很好很好 我覺得這個寫得很好 好 所以你看一樣是 你先假設答案 你先假設答案 你希望他回答什麼 然後你再去思考 他要用怎麼樣的問題去問 那有了這個問題以後 你就知道你在做任務的時候不能太簡單 就是只是這樣一樣 那他就照著你的說 就沒有思考性了 所以你看現在大家很棒 大家就會說請告訴我房子附近的情況 狀況或是問一問房東那裡的環境 好 這樣的問題 他們就會去自己變成句子 自己去問句子以後 再回來變成答案 所以這個就是任務型教學上 在做問題的方法 好 在做問題的方法 我們要記得的就是啊 我們一定要給學生思考的空間 也就是說呢 如果今天你的任務太容易 你的問題就是他可以問的方式的話 那他就沒有所謂練習的機會 所以我們的問題要盡量是 闡述你要的答案 就是你要告訴他你想要得到什麼 可是盡量不要讓他可以照著問 讓他有一個思考的空間 那他思考了以後呢 他的問句可能不會這麼完整 但只要他能達到這個答案 他就可以知道 他的語言輸出是有效的 那你的任務型教學就達到了一個很完美的作用 就是他達到了生存的 他的語言已經達到了生存的技能 你不需要去擔心他跟別人溝通 然後他自己也知道 就算我的語言很破碎 就算我的語言還沒有學到很流利的狀態 但是我已經可以用我所知道的東西 去跟別人溝通了 那這樣的好處是什麼呢 第一個 在他完成任務以後 他會非常有成就感 他就想要繼續學 第二個 當他在完成任務時遇到困難 他就會知道他在上課的時候 應該著重在什麼樣的目的 這個也是我們很想要得到 在任務型教學很想要得到的東西 就是當你知道你不足的地方在哪裡 當你知道你很想要表達什麼 可是你說不出來的時候 你才會在上課的時候有動力有野心 那時候上課就不是只是聽老師講 而是你會想要去問問題 所以不斷地不斷地在 我覺得學生是需要訓練的 那個訓練不是說訓練他 怎麼學會這個東西 而是訓練他思考一件事情 就是今天語言老師是一個媒介 可是你要思考的點就是你需要什麼 因為當然老師教十個學生 我是統一地教 可是我不知道你的生活需要什麼 語言學習是非常貼近生活的 如果學生能很放心地 把他的生活狀況告訴你 他告訴你說老師我有這樣的需求 所以你可以教我怎麼說嗎 這時候我覺得才真正達到語言教學上最棒的地方 就是他符合了客製化這件事情 就算全班有十個人 有十種情況都可以達到客製化 而且那個是他主動要問你的問題 我覺得這個是需要訓練的 就是從你一開始上課 從你一開始上課 你就要不斷不斷不斷地讓學生知道 我是非常在意你的生活的 所以我所做的所有的教學 都是為了讓你生活可以用的 所以我們是一個家庭 在這個教室裡面我們就是家人 犯錯都是可以被容許的 請盡量犯錯吧 因為老師會幫你 但是你要知道你出去的時候 你是沒有問題 就算你用的語言是不流利的 都不會有生存上的問題 所以這個大概就是 我希望任務型教學可以達到的一個目標 讓學生知道你不需要說得完美 可是你可以生活這樣子 然後也是我教學的目的 這個是一個小小的練習 就是大家可以想一想 它很適合在一個 可能四五課結束以後 做一個統整練習 你可以把這四五課裡面的東西抽出來 比如說文法抽出來 然後把必要字抽出來 然後你可以規定學生 一定要用到哪些文法或哪些字 依據這些你需要他們達到的目的 然後去設計一些問題 可是最重要的就是 我們剛剛已經訓練過幾次 對不對 我們剛剛已經run過幾次 就是你的順序是什麼 當然不會從問題開始 因為這樣子的話設計上會不是那麼容易 所以你先想好它的答案是什麼 再想好你要讓它可能怎麼問 再想好你要怎麼問才讓它有思考的空間 這個是在設計任務型活動的時候 然後思考那個問題的一個順序這樣子 那剛剛做了幾個 大家都非常的棒 就是可以很快的去理解這個任務型的做法 所以我們接下來還有一點點時間 好 我想知道就是 從早上課事活動到任務型教學 如果大家有任何的問題 好 都可以現在提出來 或是你們有想要做什麼樣的練習 我們也可以用剩下的時間 因為我們還有25分鐘對不對 好 這段時間就讓大家開放 開放大家問問題或做練習好嗎 如果你有一些實際上上課的問題 或是你想要在這裡有不錯的想法 想跟大家分享 或者是你有什麼樣的 曾經實驗過 但是沒有太成功的活動 或是很成功的活動 都可以試著說說看 我們是開放讓大家說話嗎 還是可以 如果你想要說話你可以 就是打一個訊息跟我們說你要說話 然後我們就把鏡頭放到你那邊 讓你發言好嗎 或者是你要直接把問題打出來也可以 但是說的可能會比較快 可以我們開放一點點時間讓大家想一想 就是從早上到現在 你有任何操作上的疑問啊 或者是你有怎麼樣的想法 好 都可以提出來 好 是我們自己的 好 有嗎 如果你想要用說的 你就留言一下你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會幫你把聲音打開 讓你可以說話 怎麼辦 謝謝 好 可以 謝謝你 但也可以講一下教學 分享一下教學經驗好不好 因為我覺得現在最難的 就是我們都在一個很難的教學情況 就是我們沒有辦法真實的面對面 因為我相信如果今天面對面 大家一定會很high這樣子 好 所以在教室裡面完全是另外一個氣氛 但是我們現在比較難就是用 我們必須遠端教學 大家都有一個教學上的比較困難的一個限制 所以如果在教學上有什麼樣的問題 然後如果今天給了你一些靈感 或是什麼樣操作上面的靈感 或是什麼樣你想要知道更仔細怎麼去克服 都可以現在告訴我 就是我們怎麼去克服這些問題這樣子 我們也可以開放討論一起想一想 很安靜 我們可以想一想 如果沒有的話 我可以再開幾個範例給大家看 就是比較完整的過程也可以這樣子 沒有嗎 怎麼會沒有問題呢 大家可以實際操作一下 好 沒有 如果沒有 我看一下好像有 看看上面寫什麼 他說有一次讓學生在家裡使用 日常華語 例如爸爸媽媽我要吃飯 爸爸媽媽我要洗澡 但是我看沒有效率 沒有用話語 沒有用話語 如果他的家人都是用話語說話 就是他有爸爸媽媽用話語說話的話 我覺得對小朋友的一點 我自己教小朋友的經驗就是 他的媽媽如果知道他在做作業 他的媽媽 爸爸媽媽會很樂於幫助他 所以特別是小小朋友 所以如果這個作業是他爸爸媽媽也知道的情況下就更好了 因為他爸爸媽媽就會逼他 那現在有手機嘛對不對 既然他可以用網路上課 他一定有電子器材 不管是電腦還是手機 所以你可以要求他把作業錄下來給你看 因為如果沒有錄影的話 我們就不會知道他到底做了沒有 你可以給他一個 這個就是小型的任務 這就是小型的任務 你可以跟他說 因為你給他的是一個直接的句子嘛 那他會覺得說了好像只是說出來而已 但是你讓他有一點難度好了 譬如說你跟他說 我們今天來試試看 你要怎麼樣讓媽媽說出一句話 不知道 台灣的綜藝節目有玩過這個遊戲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就是譬如說 你有一定指定的話 譬如說讓媽媽說 你今天怎麼這麼棒 好 你要想想 你要怎麼 你跟學生說 好 你今天要讓媽媽說出這句話 那你要做什麼或說什麼 媽媽才會說呢 譬如說他今天跟媽媽說 媽媽我功課做完了 然後媽媽可能會說 你怎麼這麼棒 或是很好 所以你給他的句子不是一個直接完成的任務 而是一個要繞一點彎的任務 這樣他才會有解任務的感覺 如果很直接的去說 他可能會覺得 嗯 就這樣子而已啊 可是如果他今天有點難度 他需要去思考 他可能會覺得好玩 所以基本上對小朋友的話呢 可能就是需要一點小小的手段 那如果他真的是一個爸爸媽媽願意陪他做 願意陪他做功課的孩子 那就更好了 你就可以跟他媽媽溝通 說我今天需要他說出哪幾個句子 讓他媽媽給他一個環境 這樣 然後你也可以甚至可以教他的爸爸媽媽 好 看一下 上面是不是還有 怎麼讓學生記住漢字部件 那個就是我們剛剛在學的小小的東西 嗯 我覺得那個漢字拼圖 不是只有玩一次而已 你可以玩很多次 你可以玩很多次 而且你看你今天教五個字 可能有口部 然後有可能有女 有一些 那下次你教的時候可能是水 然後女又重複了 然後什麼又重複了 所以每一次你可以花五分鐘 不管你是預習還是複習 短短的時間 把上次教的字 如果是預習就是上次教的字 把部件拆開 然後如果是複習就是那天教的字 把部件拆開 那每一次只要五分鐘 只要五分鐘 甚至三分鐘也可以 甚至三分鐘也可以 你就重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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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次都重複 你這樣重複個十次 那些基本部件他一定記得 所以這個部件 是有什麼 我覺得雲端教學是最適合的課堂活動嗎 好 我們剛剛看到的是漢字對不對 比如說我們早上玩的那個字卡遊戲啊 另外一個我覺得課文也很有意思喔 好 如果你把課文拆開 一般來說我們在課本上 課文就是一個小小的短文 或是對話 或是對話 對嗎 可是如果你今天把他的順序打亂 如果今天是對話的話 好 我可以開一個檔案給大家看嗎 我開一個我的檔案給大家看 可以看到嗎 好 這個是一個課文的內容 好 課文的內容 那你看他的第一句 他的 其實我前面寫一的都是第一段 如玉的朋友每每從法國來台灣 玩兩個禮拜 他先從 這個是正確的順序 可是我在上課 因為我上的是面對面課程 所以我會把它全部剪開 那你看這個是有標號的 我還有一個是沒有標號的 一樣的課文 我開給大家看 一樣的課文 可是這個是沒有標號的 為什麼要分兩個 因為在我的班上有兩種學生 這一班 這一班有那種所謂的 很會說華語 但不會認知的學生 然後有另外一組是歐美生 那他們根本是連認知都還有一點困難 所以我會把它分成兩種 給不同的學生 我給那種已經很會說 但是他有認知困難的學生 是沒有標號的 所以全部拆開會有很多句子 他需要去排 一二三四 就是我會告訴他有幾段 然後他會去排 那如果他是一個程度比較低 還需要比較多幫助的 我就會給他們這種有標號的 所以他會知道這些一就是第一段 二就是第二段 所以你在線上教學的時候也可以這樣 你不要照順序打 你今天把課文拆開好幾句 然後你前面可以用一二三四五 因為他在給你句子的時候 他拼只要跟你說第一句是二號 第二句是五號 第三句是六號 他只要給你代號就好了 所以課文的方面也可以這樣子去玩 就是把它拆開讓學生拼組 讓他們拼組 基本上就是讓他有一點動腦的過程 因為我們都太寵學生 如果我們都把他們看得很 就是需要我們100%的幫助的話 他們就會缺少動力 那其實你給他一點點難度 又很好達成 就很容易做活動 好 這是剛剛那個對不對 好 所以你看如果你現在是用 這樣子的遠端教學的話 第一個漢字我們可以用早上的那種方式 然後課文你可以用這種方式 那文法的話像剛剛我們學到的那個 Verb 1 2 3 那個對不對 你一樣可以把它拆開 然後給它一個例句 所以這些活動就變成說 原本你需要做字卡的地方 你只是把它變成了一個檔案 然後你讓學生用說 用打 用圈的 然後或者是給你標號都可以 等於他今天手上沒有紙了 但是他需要用別的方法去告訴你 怎麼去完成這個活動 所以早上我們教的所有任務都可以 所有的課室活動 幾乎都可以遠端教學 除非是那個真的要寫在別人背上 那個沒有辦法 不然其實一般可以做成卡片的課室活動 都可以遠端教學 都可以做這件事 好 然後下面呢 這個是什麼看不到 我覺得華語或者任何語言最重要的是漢語的環境 特別在我學校的時候比較沒有漢語的環境 在學校都說英文 回家說漢語 好 那這個漢語環境 我覺得這真的是一個很現實的問題 因為我說我比較幸運的是 我在我的國家 別人來我的國家 所以他們來的是一個全中文環境 不過台灣人也很愛說英文 但是他們的確是比較有說練習語言的環境 當然各位老師的困難點就是 你們練習語言的環境真的會比較少 學生的那個主動性就會更少 因為他沒有辦法 所以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學校裡面 我們製造一個環境給他 那製造環境這件事情 你就真的要跳出課本了 今天如果課本要學的是買東西 你真的要給他一些可以買東西的機會 比如說老師是老闆 然後學生是來買東西的人 你先模擬一次你要的環境 接下來你可以讓學生角色互換 學生去做角色扮演的部分 這個是唯一我們能在教室給的環境 那這個東西你就需要有一些食物的補助 比如說你的powerpoint 你就不需要是文字 你可以是一個市場 然後你可以帶一些瓶瓶罐罐小東西 甚至你不想準備那麼多 你就把學生的譬如說他的鉛筆書拿來賣 你就可以練習一個多少錢 那也可以買一些紙鈔假的紙鈔 或者是你自己做紙幣來做這件事情 或者是你可以讓學生帶一些小東西來賣 那這種東西都是我們創造環境給他們 一個小時內不一定要學很多東西 只要他可以把他需要的學到就好了 所以這個是在沒有這樣的環境下 我們只能給他環境 那在這種情形下 我們能夠教學的東西就會有一點點壓縮 可是沒有關係 目標到就可以了 我記得上次印尼團 我們也有請印尼的學生來嗎 他們就現場學殺價 我記得好像有幾次啊 有一次是現場學殺價 然後那些小朋友超可愛的 就是比我還會殺價 而且剛開始都很害羞 可是你只要夠感跟他玩 其實小朋友給的回饋都會很棒 還有下面嗎 我看看 對啊 回家是這樣子沒有錯 這個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所以只能盡量我們在教室裡面給他環境 或者是如果你知道哪裡有說中文的環境 也可以帶出教室 如果許可啦 但是帶小朋友出去外面 本來就是一個比較難的情況 而且現在如果遠端教學的話 只能用線上模擬的 可能課後作業可以是這樣子 就是小朋友每個人要花五分鐘 來跟你模擬角色 比如說你今天上課上到一個程度 下一次上課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參加 每個人只要五分鐘 來跟老師做一個oral的練習就好了 就是你會跟他對答 然後給他一個情境 這樣子也可以 好 浩洞的小孩在線上如何克服嗎 浩洞的小孩在線上如何克服 這我要想一下 我覺得你可能要先了解他需要什麼 因為我在現實生活中遇到浩洞的小孩 可是我還沒有在線上遇到 但是我覺得浩洞的小孩通常他有一個注意力的 時間集中不夠長的問題 所以你需要把你的課程切成小段 你如果時間拉長的話他就會不耐煩 所以如果當你把你的課程成就跟目標切小 他可以在一次一次一次完成中完成那個小時 就比如說 可是這個當然老師就會比較辛苦 你需要去設計一些不同的活動 比如說我今天是教顏色 好 他喜歡動 你就讓他動啊 對不對 你就先教他 好 我今天要先學藍色 好 那你身邊有沒有藍色的東西 去拿來給我看 他就會往後去找嘛 可能找他的衣服啊 他的鞋子啊 他就拿到鏡頭來給你看 然後你就問他說這是什麼 他說衣服 什麼顏色的衣服 藍色的衣服 所以他不需要坐在位置上啊 他可以去跑動 對不對 那他好動你就讓他動啊 我對於喜歡動的小孩 我會就讓他站起來 因為其實他也不想要 他也不想要這麼好動 或者說那就是他的個性 那其實我們就順著他的個性中 用一些別的方法讓他學習這樣 好 然後上網課老師有什麼 不覺得無聊 不覺得無聊大概就是 好 我先問你們好 今天我們這樣子上課你覺得無聊嗎 應該還好吧 我看今天沒有很多人離開 所以為什麼 為什麼大家願意在這邊 因為你有想知道的事情 所以我們可以帶著這樣的心情 去設計活動 所以我說 華語學習很重要一點 就是你真的要了解你的客戶端需要什麼 當你的學生 你知道很清楚的了解他的背景 你給他真的可以用的東西 他就不會無聊了 他就不會無聊了 你問他好像剛剛那個小朋友 好動的小朋友 他需要什麼 他需要學習和他需要走動 他不想要坐在位置上 你就讓他走啊 你就讓他動啊 可是你又把東西塞給他 這樣子 所以你需要很了解 我覺得我每一次上課以前 大概如果是個人班 我第一堂課都會很仔細地跟他聊 他想要什麼東西 然後我會讓他自己設定目標 那這個目標你需要跟他調整 比如說他太雄心壯志的時候 你把他壓下來一點 他信心不足的時候 你需要幫他一點 小朋友也是這樣 你可以問他說 那我們今天 好你可以跟他說 我們今天就是要學會怎麼說顏色哦 所以我們今天最後的目標 是會說五種顏色 那做完以後 你就可以鼓勵他這樣子 所以不覺得無聊嗎 給他任務讓他達成 讓他有信心 這個是學生比較不會無聊的感覺 才不會有那種無聊的感覺這樣子 好 好 下面是目前為止 學生還沒有辦法來學校上課 對啊 好 還有呢 我覺得佈置一下房間後呢 改變中國風也有幫助過來一些 哦 對 也可以 我有一個學生蠻有趣的 他把聲詞啊 他用那種比較容易擦掉的筆 把他學的聲字 比如說冰箱 他就在冰箱上寫冰箱 可是如果小朋友這樣做 可能會被媽媽打吧 所以你可以讓他們做字卡 然後讓他們貼 貼在房間裡面 或者是你今天 你也不一定要坐在椅子上教學 對不對 其實你也可以拿著你的椅子到處走啊 比如說你今天要教廚房的東西 你就拿著你的電腦走到冰箱旁邊 然後這是冰箱 那小朋友也可以嘛 他寫好冰箱的字卡 他拿著他的電腦走到冰箱 然後把冰箱貼在 冰箱的字卡貼在冰箱上 對嗎 就是不一定要局限在位置上 起來走動 帶著他們走 老師走 學生也走 只要不要只是坐在位置上 就會好玩很多 好 目前為止 怎麼用課文 好 課文的方法嘛 好 課文方法我們剛剛可以拆開嘛 好 謝謝 好 往下嘛 可以說一遍文法 教文法的幾個方法跟活動嗎 好 教文法的話 我們今天學的教文法的方法 是用理解的對不對 用理解的方法 那我覺得中文很多文法 是可以真的行動的 所以如果你有影片 或者是可以用說故事的方法 比如說你自己可以編一個啊 我們來想想有什麼文法好了 比如說一邊一邊這個文法好了 它一邊唱歌一邊走路 像這樣的文法 你就可以把一邊一邊打出來 然後你看一邊和一邊的下面都是 後面都是動詞 一邊唱歌一邊走路 一邊看書一邊吃飯 一邊看電視一邊寫功課 對嗎 所以你把文法說出來以後 今天為什麼會好玩 是因為有互動 不是只有我在說 大家都發揮了 你們都很棒 你們都很踴躍 所以才會好玩 所以今天如果你把文法點先打出來 然後你告訴他這個要怎麼用 接下來讓學生發揮 比如說我今天要教一邊一邊 我喜歡 好 我是老師 你有時候可以分享一些自己的事 我覺得小朋友都很喜歡知道 老師發生什麼事 所以你就跟他說 老師呢 我呢很喜歡一邊洗澡一邊唱歌 所以我媽媽都會罵我 因為我唱得太難聽了 然後可是我都要唱一個小時 所以我一邊洗澡一邊唱歌的時候 我媽媽就很生氣 好 那你喜歡一邊做什麼 一邊做什麼呢 好 小朋友就可以回答 他就可以回答 所以在回答的上面 我們記得在文法教學上 盡量讓學生做 講解不要太多 你只要給他情形情境 所以語法最好的教學方法 就是給他情境 當你今天給他一個很完整的情境 他就可以很完整的做出一個對的句子 所以除了我們剛剛說的動詞 你可以讓他做分類 然後你可以給他填空 你可以給他情境 最後的複習你可以讓他編故事 或者是一起做一個對話 比如說老師說這句話 那你覺得下一個人會說什麼 比如說媽媽今天說 你怎麼那麼晚回家 你會說什麼 學生就可以去發揮 所以情境是教文法最好的辦法 只要你有一個環境 情況 你有一個故事 學生就可以發揮 這個是一個很有趣的 好 還有嗎 謝謝大家 好 還有還有沒有什麼問題 開一門兒童教學手段課程 好 這個如果有機會可以 因為小朋友都很愛救我媽媽 然後就好去幫他們擦屁股 好 還有嗎 沒有聲音 線上教學比較適合的人數和時間 我覺得線上教學的人數真的是不要太多 因為太多的 因為今天我們的狀況是因為我們都是華語 我們都是說中文的人 所以我們可以這麼多人 可是如果今天真的是 我覺得語言教學還是小班比較好 最多 而且大班 現場教十個人都覺得有點多 你沒有辦法真的讓他們很有機會回答 所以我覺得小班教學的話 效果 線上教學效果會比較好 大概四個到五個我覺得差不多 線上啦 我覺得線上比較好的情況 可是這個真的要看學校的狀況 因為有些學校就沒有辦法讓你這樣子上課啊 對不對 可能就比較多 但是我自己覺得比較適合的線上教學人數 大概是四個 五個人 那時間的話也不太適合太長 或者是說如果你今天一定要交到一個小時 那你不需要玩完整整的一個小時 你可以配合前面的一些複習活動 以及配合中間一些代寫 比如說我們剛剛在學生詞的時候 有一些代寫的過程 那代寫的過程是學生自己操作的 所以你需要去轉換氣氛 老師講一講 學生做一做 老師講一講 學生做一做 就是有動靜 動靜的調換 比較可以讓學生有一個休息 然後再繼續的感覺 就是要去切斷他的節奏 這樣子可能會比較適合線上教學 其實我覺得四十分鐘差不多 但是如果你學校要求你上滿一個小時的話 你就可以用氣氛轉換 或是讓學生做做作業啊 代做作業 或是代做字卡 我們今天做了很多字卡 對嗎 代做字卡 來讓上課的氣氛 有一些氣氛轉換的感覺 就不會覺得時間太長 好 還有嗎 好 我已經把聯繫方式給大家了 好 學生也留在那裡 好 這種如果同學可以互相幫助的 你就可以給他們分組作業 比如說一起做一個報告 一起做一個報告 比如說我們有一課是要報告那個 我自己上學期在教有一課是教學生 在台灣倒垃圾的情形 台灣倒垃圾很有趣嘛 就是要追垃圾車 如果今天是一個學生們可以一起互相幫助 每一天都會見面的狀態 老師可以分配報告 小報告給他們 例如說請你報告哪一個地方的歷史背景 或者譬如說中秋節是怎麼來的 老師說了一次 在我的教學環境大家是不同的地方 所以他們可以報告不同的節日 可是如果是在你的環境裡面 大家都是同一個國家背景一樣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思考一些同樣主題 可是每個人會有不一樣經驗的 譬如說我怎麼學中文 或者是我去過哪裡很好玩 那兩組 兩個人一組 三個人一組 去做一個旅行計畫 或者是做一個什麼樣的安排 都可以 就是讓他們去報告 讓他們去討論 所以他們雖然做出來的書面報告 可是因為是合作 所以一定會有語言討論的部分 那就會有這樣子的練習 雖然在報告的時候不會呈現對話狀態 可是在做作業的時候會有對話狀態 所以這樣子的話 可能就可以給他們這樣子的小作業 讓他們自己去完成 然後在上課的時候報告給大家聽 好 這樣子的方法 小學第三年級 打電話 我的學生說電話號碼很難學 電話號碼是數字嘛 數字應該會吧 電話號碼很難學喔 打電話的最好的作業就是直接打電話給老師啊 對不對 你可以給他們抽任務嘛 然後比如說他們要打電話來跟你請假啊 然後打電話來跟你做什麼 要什麼 然後問問題啊 問功課啊 比如說你就可以跟學生說 好 我今天有一個回家作業 這個回家作業分數很重 可是我現在不要告訴你 請你打電話來問我 好 可是打電話要很注意禮貌 你打電話來一定要說 某某老師你好 我是誰誰誰 請問什麼什麼什麼 所以你一定要給他一個規範和問話的方法 所以打電話就是讓學生打給你嘛 電話號碼很難記喔 這個有點好玩 我在交電話號碼的時候呢 我喜歡嚇他們 我就會很快地說出我的電話號碼 然後問他們說你們記起來了嗎 然後說了幾次以後 他們才會真的把我的號碼全部的記下來 所以這時候再另聽 然後因為很難很難記 比如說我說0931929951 這麼快的速度 他是沒有辦法立馬記下來的 對小朋友來說他會覺得很好玩 就是他很有挑戰性 他又聽懂又聽不懂很有趣 所以當你做了一個難度給他的時候 他會想要試試看 他可不可以這樣子整別人 對小朋友就是用小朋友的心態 如果他們喜歡這樣子小朋友的東西 那你也要把自己放成小朋友的角度去思考 所以當他想要 他有目的性的時候 他就比較容易去完成老師的要求 所以當你給他一個很難說的題目 然後他要自己去模仿的時候 他覺得好玩他就會說了 就不會有所謂的難學 好 還有嗎 沒有了吧 好 謝謝大家今天留到最後 那如果有什麼問題的話 可以寄Email給我 然後如果看到的話都會盡量回大家 好 謝謝大家 感謝今天在線上的老師們花了一整天的時間陪我們一起學怎麼樣教華語 那我們也很感謝有余子音老師今天跟我們一起作伴 老師的學生們 謝謝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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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